苏丹内乱越演越烈 就在交战双方无视停火建议 持续激烈冲突之际 我国外交部的苏丹行动特工队 已经领定策略 只要有机会就会马上疏散 受困当地的我国公民 外交部长拿多斯里詹比里指出 我国驻苏丹大使馆的官员 正在尽力将国民转移到安全区 虽然面对高风险 但却是平安撤离的重要一步 詹比里昨晚透过文告表明 尽管联合国早已促请苏丹政府军 和快速支援部队停火三天 无奈双方依然充耳不闻开战 紧张局势没有缓和的迹象 部长希望滞留当地的国人 能够保持坚强 耐心等待并跟随我国使馆的最新指示 我国政府将尽全力将他们接送回国 詹比里也呼吁换庆假节中的国人 一同为海外遇险的同胞祈祷 盼望他们都平安归来 本来就是翻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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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